光東城這一天就來到香港 出席一個音樂網站舉行的萬聖節活動 大東還特地霸佔吸血殭屍和歌迷大玩遊戲 不知道這個吸血殭屍造型是不是大東的構思 今天來到香港 跟大家一起參加Halloween 所以想要辦一下平常很喜歡的吸血鬼的角色 但是現在講話會不會很辛苦 還蠻辛苦的 所以不要問我太多的話 大東的新唱片封套 被指和嚴雅能的造型非常相似 早前甚至有報導說 大東同朋友在海鮮店喝醉了之後 大聲說自己沒有開刀整容 而是靠打針維持這個美容 對於這個人工美容的傳聞 大東說起的時候都非常激氣 剛好可以借這個機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對海鮮過敏 所以不會去吃海產 然後我本身不太喜歡喝酒 所以這麼烏龍的事情 真的是覺得很好笑 其實我覺得大家講我怎麼樣怎麼樣都可以 但是我不喜歡大家講我喝酒 因為我真的不太愛喝酒 然後講海產更是荒謬 因為我本身自己真的不太吃海鮮 大東早前被傳媒影都和林心瑜去看戲 引起子弟戀的怡魂 不知道大東有介不介意真的和心瑜抱出子弟戀呢 我真的不介意姐弟戀 因為自己本身也談過姐弟戀 那跟心瑜就是好朋友 因為可能之前一起出去看電影被拍到 所以大家會這樣講 但我們就是很好的朋友 我們就直接問啊 你跟他有機會發展嗎 相信心瑜這麼好的女生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都想要跟他有戀情 那當然呢 就隨緣囉